一年一度的艺术界盛事Art Basel 原定今年3月举行 因为疫情关系延期到5月 更以线上线下形式 给大众欣赏艺术品 第一日的预展 已经有不少人到场 好像霍振庭 霍启山 霍启刚 郭正正夫妇 殷德华 琪琪夫妇 黄远之 吴穎薇 傅嘉莉等 曾经推出摄影集的华哥 近年爱上画画 书发心忠情 更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在艺术展见到自己的作品 前来拍照 现在就画画 对 听说你的画很厉害 又不是 学一下 始终对他认知会好一点 对自己抒发一下自己 艺术很包容 很多方面 在我自己拍戏会多些不同的色彩 自己有没有打算买一幅画回家 我以为我以后的作品放在这里 都可以 都可以 给大家看看 好期待 Yvanna一向想头多多 另一半又是设计师 所以生活可以说是与艺术色相关 她都说欣赏艺术品有助啟发思维 对自己很有帮助 好像饿饿的时候想吃东西 就会偶尽觉得需要去吸收一下 看下画展 当一个学习 我知你最近都看着自己一些新的创作 是否都算来这里拿一些灵感呢 也有很多灵感的 是吗 新的灵感是可以公开公布给我们听吗 其实除了音乐作品 还有影像 文字 就是多媒体的创作 何时可以让大家看到的 遲些就知道了 正所谓外美之心 人家有知 五姑娘都说自己是艺术展的上客 不过从来没想过搅担门 因为自己的画工真是一样 香港很福气 我们经常有阿巴嫂看到最漂亮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演员 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其实也是很喜欢漂亮的东西 看到这么多的作品 有时我们不是很富有的人 但是有些作品我们都会买回去 你看看客人那么喜欢的话 其实你自己在画画方面 会不会加钱 很差的我画画 很差吗 是啊 我画人就画一个人的面 由小到大都很有艺术天分的Kelly 近年为自家品牌设计投食 虽然开了店铺 但她最想的都是可以举办自己的展览 其实真的很想的 但是外于香港的教育 就好像都是做专业人士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也很想现在做艺术家 看会不会多一些不同的方面 去推动本土的一个创作 我也很想像Joey那样 她可能和艺术家去创作 一些有自己的小点元素 在那个作品上 是